距离于是兴建机场铁路 这条长达34公里的机场铁路 将会以中环这一道 作为港岛的终点站 这条铁路将会在香港 未来的主要交通干线 也大大改变了香港的面貌 香港正是进行着 多项大型机建项目 在市区的周围 以至新隔和尼岛 都可以看到工程在进行着 这些工程将会大大改善 本港的对外和对内交通 和道路网络 机场铁路将会在 98年投入服务 另一项豪资351亿元的发展 缩短了大嶼山赤立角 和中环之间的距离 乘搭机场快线 全程只要23分钟 而东涌线就会在丽景站 和地铁的全弯线连接起来 由丽景转成东涌线到中环 只要8分钟的时间 这些发展也改变了整个城市的面貌 面貌我相信会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沿着机铁的上盖发展 五个站的发展有3300多万平方尺的楼面 有各种不同的用途 3000多万尺的楼面有多大 但是住宅就有两个太古城这么大 写着楼面积就相当于四栋交易广场 酒店的面积就等于九家丽精酒店 还有六个太古广场这么大的商场 我觉得将来香港的经济活动 会是迁移来西边 而且集中点会在这个基铁带那里 我们估计每天用这些物业 和用站的人数不少于8万人 本身它已经成为一个吸引的中心 一个catchment 所以我相信会是 以后的商业中心 比如九龙方面会是西移转到九龙站 中华方面呢